我是一个类象的人 在决定拍Vlog的时候 不敢一个人对着镜头说话 当时想着或许两个人的话 就敢了吧 感谢丽元军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带在生活去 也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 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时间里 我认识结熟知的朋友 比我一辈子的多 起初我只是想合纵连横 挑战新的合作形式 但就这样与一个个 原本陌生的人相遇 我是一个不善社交的人 但不知道为何 可以和这些人正常交流 那之后我更多感觉到的是害怕 因为关注的人多了 害怕万一联合起来后 他们发展的没有以前好怎么办 害怕联合起来后 如果因为自己的行为 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影响怎么办 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我必须要改变 但是 我真的能改变吗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学生时代的我 没有举手发过一次言 没有公开表演过一次节目 说实话 我很害怕舞台 很害怕表演 很害怕被人注视 我对表演没有热情 因为我热爱的是身边这些人 十年阿破主 我已经累了 但我还想试试看 不只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咋架 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人 也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 但却有一群异常优秀的朋友 我经常会问自己 何得何的 我一直认为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所以会更加珍惜现在 我会时常感到害怕 害怕再也看不到他可笑 现在我依然感到害怕 我还是那个我 那个胆小落弱的我 既然害怕 为什么还要去做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 去寻找这个答案 现在找到了 因为他们还在 花上北还在 这是我最早在 B站远时的朋友之一 也是我一辈子的兄弟 绿元君还在 这是我最欣赏的阿破主之一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我 怪异君还在 这是B站最支持我的阿破主之一 使他给我勇气 继续向前走 小魁还在 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他却改写了我们的故事 我是一个泪向的人 也是一个胆小的人 一个不聪明的憨憨 但因为视频 我有了宝贵的东西 十年阿破主 我已经累了 我累的是被节目和形式所困 这就是我一直所追寻的东西 就藏在这半年间 每一期视频里 如果曾经和你一起走过 能形成爱河 那这条河流里的爱 就是由正在看视频的你 和你们汇集而成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通过视频 传达的道 这一次 你看懂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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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